我是奧英大郭孟寬老師 我去堂堂 今天在這裡 舒服的舒服 不是舒服 不是失敗的 那個 今天他們那個帳篷劇 這個月要來高雄 搭帳篷演戲 我覺得對高雄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因為我早在幾年前 六七年前回來高雄的時候 我就很想把那個帳篷的形式 帶到南部來 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然後海畢子他們在台北 延續這個帳篷的精神 然後想說把這個帳篷帶到高雄來 這是對而言是很興奮的事情 那現場來了幾位朋友 海畢子的小段導演段慧明 還有阿明 還有欣宜 還有亞紅 OK 他們現在是不是那個 海畢子的主義 也是搭帳篷的那個繼承人 然後兩位大佬 一個是黃莫林 最有力的那個一隻筆 台灣最有力的一隻筆 那卓銘當然是那個 在劇場三十幾年的大佬 然後我們這個座談外 希望不是那麼嚴肅 沒有那個像學術要那麼無聊的 希望這是一個對談位好不好 OK 那容許我在這裡 先講講我的帳篷的歷史好了 我在1999年進去拆市 然後我想說在什麼時候 在地震之後 然後地震之後 地震之前呢 中橋的好朋友一頂大趟 帶了他們的團員 在哪裡 在三重的重新橋下 開始搭帳篷 那那個帳篷 其實不是這樣的帳篷 這帳篷是後來拆市 花了十幾萬 從請日本人幫我們製作 幫我們製作 幫我們製作那些東西 然後那個環也是日本朋友幫我們做的 然後其他的小零件 才是我們在台灣製備的 然後我們開始在 這是後來的 然後1999年 那裡下了第一次大月 然後一群人 就是日本人 帶給我們的衝擊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大 帶給小朋友 小組的朋友 非常非常大的親戚 我們知道他的內容 或是視覺 尤其是 看到月亮 所以中間就是 重新橋下 旁邊在擋住了 寶貝應該很涼 那一片荒地呢 每天都還記得嗎 每天大概下午2點3點 會一定會下一場好雨 就三八戶 大概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然後那個地面上 開始浮出一層水出來 那一層水大概有 至少兩三寸厚 然後每個人都在那個 重新橋下 跟那個雨水 跟那個荒地 很讚 那我當初做什麼呢 我好像沒有做到勞動體力 我在外面做什麼 做社區參訪 做社區拜訪 去拜訪那個各個社區 做這個工作 當初在拆市 然後那次經驗非常難得 等一下聽他們講的內容 我們去集會一下 那這些什麼樣的經驗 跟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後來年底的時候 我們去一趟日本 再做一支我和小段 還有另外兩個拆市的官員 蒂玲跟那個小銘 我們四個人 為了去學習如何大張的 我們四個人 去跟他們 日本野戰自越的 一錦大師他們的劇團 巡迴了半個日本 從東京到廣島 然後再到北九州 然後再回到荒黃島 那整個過程應該是兩個禮拜吧 在地震過後 那個經驗也是 對我也是一生不可的努力的 或是說對我的 異常的感覺 跟女學 產生很大撞擊的一步的過程 那後來拆市在2001年的時候